每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总会有一个充满爱的女人 诶 当然我们支持性别平等啦 所以每个成功的女人身后 都会有一个充满爱的男人 哈哈 没有啦 我们今天不是在谈性别平等 我们今天来看 圣诞老人身后的一个女人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圣诞奶奶啦 圣诞奶奶常常被描述为 圣诞老人后面的辅助型角色 她协助圣诞老人一起准备礼物 也有时候会和小星灵一起做圣诞饼干 平时还会照顾迷路 甚至也要和圣诞老公公 一起为孩子们制作和准备玩具 那圣诞老奶奶是谁 刚刚提到的精灵又是谁呢 欢迎收看硬塞智库 在这假日节庆的日子里 就让我们硬塞智库来陪伴你度过 迎接圣诞节的12个夜晚吧 圣诞老奶奶的角色 是在1849年粉末登场 在一部短片故事 A Christmas Legend里记录着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 有一户人家照顾了一个老夫和老夫 这两位老人扛着一大袋 就这样的在这户人家家里休息 第二天早上 这户人家的孩子就发现 家里到处都是玩具 后来这户人家才发现 他们不是圣诞老人和老夫 而是这户人家 九位联系的大女儿和她的丈夫 虽然故事扑朔迷离 但是自从1849年起 圣诞老夫的形象 就这样深深的烙印在明星 1851年耶路文学杂志 Yel Literacy Magazine记录着 圣诞老奶奶的名字 写着圣诞老人欢喜的模样 胖胖的看起来像是一个年老的精灵 1862年著名杂志 哈普斯杂志则以文字和图画 描述了老奶奶的时尚装扮 老奶奶穿高靴子 烹烹裙帽子 吹起了当时社会的时尚嗅觉 在英文文学册中 圣诞小精灵老早在1850年出现 1873年曾经出现在一本 过地的杂志封面 以绿色帽子 迷你身形的外形出现 而在1823年的诗歌 A Visit from St. Nicholas记录着 圣诞老人也亲自描述了 精灵的外形为 老、矮、胖的 St. Nicholas在瑞典的强力影响 导致当地社会没有办法不理 圣诞老人对精灵的描述 加上和瑞典当地的农夫 守护神Hongtan的外形结合 而成就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精灵 因为有着这两个显著的角色 让原本以圣诞老人 独领风骚的圣诞节 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所以下次大家庆祝圣诞节的时候 也要记得在他身后帮忙他 完成还求送礼物的任务 默默耕耘的圣诞老奶奶和精灵哦 谢谢你收看 Inside智库的 12 Days Before Christmas的特别系列 我们明天同样时间 也会继续给你分享 圣诞节的冷知识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 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把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 我们明天见 Bye Bye 感谢你收看 Inside智库的 12 Days Before Christmas 让你在这个 水花漂亮的圣诞节里 学习一些圣诞冷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